可以有麥克風嗎還是一定要 那你要拿著喔 因為我們要錄影 OK 不是我說不難用麥克風就拿著 那我還是要 那今天很開心遇到大家 那我覺得這個場合真的非常不錯 可以看到各方面 不管是專才、通才 還是來自各影域、各科系背景的人 那我的名字叫做王耀神 那今天很高興就是 焦點提供有機會來跟大家分享 我在Uber實習的過程 以及我會覺得我還會跟大家聊聊 就是剛剛很多人提到的專才好還是通才好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有一些小小的心得 那首先我就稍微做一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那大致上如果我要講的話 我的人生大概 如果真的要算的話 其實目前現在交集起來是大概這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法律 因為我的大師台大法律系 然後Design是因為設計 因為我其實從 原本國文化去美術班後來沒有進 因為覺得術科壓力太大 可是一路上其實我在接觸一些設計啊 一些展覽啊一些等等的東西 那Business的話 是因為我目前是在政大商學院的國貿所念書 那Connection是因為我其實就跟很多人提到說 喜歡聽故事或者是什麼一樣 我很喜歡跟人家聊天 然後很喜歡跟結交各式各樣的朋友 也喜歡把一個朋友轉介給另外一個朋友 那所以我就 接下來的話就是一個簡單的 一個Romate 就是我是誰 我有用什麼樣子的能力 然後我在Uber的過程 然後接下來我可以做什麼事情 然後做一個總結 首先 其實有趣的事情是 這是一個我的基本上的學歷背景 然後他剛剛說人生勝利圖 我再下一張我要提一點不一樣的想法 就是 首先是建國中學畢業就是建中畢業 那我覺得在這個地方也是很多怪他 就是超級怪 然後現在突然發現很多創業的人 也是他們畢業的 那台大法律系呢 我是在台大念書 那我在台大法律系念了四年 然後沒有任何的雙組修或服系 但是我修了180學分 然後修了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課 比如說語言的課我就修了兩門 然後政大國貿所說的 那我目前的專攻的 myman for the major 是國際經貿組織 那這個東西比較複雜 它其實大家可以簡單的了解 就是WTO或者是FTA FTA就是比如說像服帽等等 那些東西就是我們專門的研究領域 那因為這個研究中心非常的糙 就是我們老師的要求 我們的教授的要求是 比照外國的法學院或商學院的那種要求 所以基本上我現在平均大概睡三個小時 平均啦 那甚至不到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是會讓我們有很多的機會去接觸到 外國各個國家現在他們的經貿關係 他們到底想要在這個經貿的舞台上面拿到什麼樣的東西 我覺得這是蠻好玩的地方 那首先我們就來討論一下生命之方 就是這個跨了一個小孩 就是我在講我出生 我出生是我是夜市小孩 我不是任何的 原本甚至比小康家庭還過一點啦 那就是我們家是在夜市裡面 經營一個小小的店面賣複製店 到目前為止我的父母親還是在夜市裡面擺攤 然後他們每天到凌晨四點睡覺 每天四點 然後所以我會覺得我在這個地方 在這樣的生活背景裡面 我覺得我接觸到的人跟很多像各位在場的人 可能是完全不一樣的 三教九流 好的黑的毒的 有人就在我面前斷練隻手的也有 然後甚至是在我們家門口抽完Vitamin也有 就是什麼樣的人都會遇到 那我覺得這樣的背景給我也很好思考 是其實這個社會上面有各式各樣不同的人 那每一個人想的事情都不一樣 有些人像我們可能關心國家 關心未來關心社會關心什麼 可是對於他們而言 其實對他們而言 他們要的是肚子的溫飽 要他們是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覺得我跟他們不一樣的是 我現在跑上來可能升學 然後做這樣子國際上面的事情 他們在在地 他們在過他們自己的生活 但是我們都是在這個地方 這塊土地上面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背景 那也會提醒我的事情是 不要永遠的去假設別人在想什麼 永遠去聽別人到底真的要什麼 那第二個這邊畫了一個地球 就是關於所謂的國際或者是 就是出國的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很有趣的事情是 我在大二生大三生那一年 然後我有一個機會我去了芝加哥 就是所謂的遊學 但是這個遊學是我主動跟我父母爭取的 我覺得說我希望我除了學業上面 我想要做一點不一樣的挑戰 那我去的地方叫芝加哥 跟很多人的選擇可能不一樣 我先去尼爾魚 我先去San Francisco 或者是其他地方 我選擇芝加哥語音很簡單 那邊畫很少 我不想要 我是資深去的 我沒有跟任何的朋友 或者是什麼 在那邊大概兩個多月的時間裡面 其實我講的中文不會超過十句話 我即便就是跟任何 因為我那時候我先跟大家講 我在高中的時候 英文是很差的 就是我在建中裡面 可是我的英文 斷考18次幾個過一次是69分 對 然後我的學生英文只有12級 然後對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 原本是對英文有一種愧疚 就是不能說愧疚 就是 就怎麼會學好 然後後來去了這邊之後 我會發現其實我沒有那麼害怕 我願意跟很多人去做交流 那我覺得有些好玩的地方是 其實在那邊也有很多的遊學生 那因為西班牙 我是拉丁美洲 他們有很多的培訓計畫 會鼓勵他們去國外去try 去嘗試 所以我也在那邊教了非常非常多 西班牙語系的朋友 然後這也會觸發我後面的動力 而我認為芝加哥這件事情 改變了我的一輩子 我的整個國際觀 我的整個思考 我的連愛情觀都做改變 那這個就是私下聊天事情 那 沒有啦 是真的 就是我覺得那一趟其實你會看到很多 從不同的思考裡面 你可以去回應到 你自己的人生帳面 那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 我是遇到一位台大法律系學姐 然後她是當年的台大的學生會的主席 然後後來學生會會長 然後後來去那邊芝加哥大學工讀的那個博士 那有趣的是她講了一句話 她說 如果你今天什麼都要會 然後你什麼都想要就是顧好 就是不要讓大家覺得你被扣分的時候 你人生的總和是0 就是你永遠只是沒被扣分 可是人也不會是完美的 所以你永遠你的分數是負的 那你想的事情 不是去想說 你到底還有什麼缺點 什麼什麼這些 而是你要去想的是 你怎麼把你的專長 把你的特點表現出來 幫你自己做一個加分 你的人生才會是真的 我覺得這句話也改變了我很多 好 那快速 在台大我回國之後 我就想說 好 那做點什麼樣子不一樣的吧 我在台大裡面 那時候台大藝術季他們有一個這樣的展間 我是擔任這樣測展人的角色 我們規劃了一個200平方米的一個展間 那大概參展的數有2500多人 那我們就是自己彼此之間 想辦法去把所有的東西弄進來 找木工找設計師找機械系 各式各樣的人去把它做一個綜合 所以我會覺得我跟大家 其實跟藝術也有點關係這樣子 那最後講到現在有 或者是這樣 我今天是以Uber實習生分來的 那當然最後很酷的事情是Uber 那Uber它在很多的地方 也給我一些重新的思考 關於比如說現代科技啊 或者是任何的東西 好 那這是其他我有的啦 因為我覺得這個地方是 我有的知識 比如說像國際貿易相關的商學 那我覺得行銷研究這個東西很有趣 它的行銷研究的英文是Marketing Research 它其實是一般人的 我們叫市場調查或什麼 可是它的關鍵 我覺得這是台灣企業很缺乏的 因為台灣企業常常是 我們發明了一個東西 或者是開發了一種新的服務 讓市場去試 然後試到失敗之後 我們再試下一個 但是行銷研究這個東西 其實是可以幫你做事前的風險的迴避 那國際經貿法 或者是國內法 或者是我有的 那Photoshop 不知道我有新年級經驗 我自己也會接一些小的案子 然後語言的部分 中文跟台語是我的母語 那英文、日文、西班牙文是我會 但是有些不一定全啦 所以像剛剛有提到就是 小學生然後講母語是西班牙文 我覺得這也非常親切 然後 好 那我們就快速的到Uber的世界吧 那Uber的世界 這個地方是我從今年暑假去 那也是他們第一次對外招募實習生 那我覺得很有趣的事情 是我在這邊看到了 我把它歸類了一下 我覺得我看到了五件事情 分別是他們怎麼辦活動 然後Uber在科技上面的重要性 或者是不能說重要性 或者是他給我了我什麼樣的啟示 那 from demand 他從使用者的角度去說出發 promotion是 因為其實我在實習生的工作 很多實習生只是在 辦公室裡面做文書做內勤嘛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個實習生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我們直接衝到第一線 就是今天任何Uber想要跟對外做推廣的時候 你們一定 不是每個人都會用app 甚至是一個陌生的app 所以我們必須去做一個推稿 去做一個promotion 那我們要去跟所有的 你可以想像你面對的跟 面對的客人 可能每一張卡掏出來 或是駭金卡以上的等級 因為Uber的客群比較高 所以我們甚至去很多的 像美小協會 或者是私人俱樂部 你會遇到是 你跟一個大你二十歲的 然後收入可能是你的數十倍 或數百倍 或數千倍的人 然後你要怎麼樣去讓他相信 你可以使用這個服務 那最後面是connection 就是在這個Uber的服務上面 有什麼樣子的連結 我覺得這是我在Uber學到的五件事情 那就首先來 這東西可能大家都有聽過 就是那個 大家想不到車的那個活動 然後就是 這個坐車不用錢 你會發現在這些活動 Uber 他很有趣的地方 他在做的推廣其實是 要想辦法讓大家來使用 跟配合的司機 讓他們彼此之間去做一個互動 所以他們在規劃這些活動的時候 我覺得很好玩 Uber團體很小 非常非常非常的迷你 但是他們可以用非常小的規模 他可以完善的去規劃每一場活動 在這每一場的活動中間 誰什麼時候要到位 跟配合廠商什麼時候要進來 然後你的這些所有的廣告文權 怎麼做投放 然後你今天要去怎麼做處理 其實他們 你看你從旁邊看著他們這樣的規劃 其實我覺得那是實習的過程中 我覺得是一個 比較衝擊的一種體驗吧 就是以前你在自己做展場 或者是什麼 你會有一些檔期的安排 檔期的要求 但是 其實你會有點偏差 可是Uber不會 就是今天什麼時候該出現 就是該出現 當然我相信很多的 著名的企業都是一樣的 但是 這個是我至少覺得 真的你involve到一個公司裡面 你會發現 公司做事情 真的那樣子的紀律跟效益 是有它的好處 好 那再來 科技上面 我不太想要變成文宣 所以大家請記得 就是 不是我不要來變業配文 就是變宣傳 我是希望的事情 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在Uber上面 我自己的體驗 這樣子 那 對了 如果等會大家想要了解 什麼法規面等等 因為 我後面有準備 但是如果你們想了解 問我 那如果不想了解我就跳過 好 那就是最後面我會結束之後 你們想要問的話要舉手 然後 那個 在科技的部分的話 其實很有趣的Uber 是它是綁定一張信用卡 所以基本上 它的整個特點就是 它透過綁定信用卡 可以做一個第三方支付的轉移 然後 它在這個 手機上面有定位系統 它跟導航系統等等的做結合 也就是說今天 你人在哪裡 手機本身可以有時間 時間 金錢 誰 資料 註冊會員 都在上面 所以等於是它是 我是認為說它對於一個服務上面 它有一個很重大的效果是 今天其實很多很多我們身邊相關的服務上面 都有機會透過類似的 的APP 或者是服務來做整合 比如說像Ubuy 就像是我的朋友 我們最近也在考慮這件事情 幫Ubuy做一個2.0的升級 然後 那 基本上這個好處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思考 就是說今天當行動支付 我今天不再需要帶任何一筆錢 甚至一張信用卡 我只需要我的手機的時候 其實 很多事情會變得很簡化 就像是比如說你去打籃球 你打籃球 你最討厭的事情是沒有開燈 但是沒有開燈的情況下 有沒有可能 我今天APP一按下去 我的路燈就亮 我的籃球的照明燈就亮 也許它是辦得到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是Ubuy帶給我一個 算是 啟示 它在科技上面的整合 可以給很多 金流 資訊流上面的 一種 簡化 那 只透過一隻手機 好 那為什麼做from demand 其實大家很多人 就直接把Uber跟計程車 一直畫上的很好 那這件事情 我不從法規面來講 我從一個使用者來講 就是說 如果真的Uber就是計程車 那照理說 比Uber大很多很多很多被台灣大車隊 應該直接把Uber踢出這個市場 可是為什麼會有機會呢 我的想法是這樣 今天 我們如果要搭上計程車 如果上面什麼都沒有 你會不會害怕 應該會吧 就是你今天攔下一台計程車 然後上面是什麼都沒有 就是沒有司機的 沒有司機的照片 然後沒有司機的職業登記證 或者是任何的東西 你要坐上那台計程車 你會有恐懼的 可是今天很有趣的事情是 如果我事前就知道這個司機是誰 然後這台車在哪裡 這些GPS東西 全部都有了 那到底我們 真的會需要很吵的 比如說就是很 這些文書 繁複的文書東西嗎 還是說 而且我甚至我事先已經知道這些廢率的計算 我要一直聽那個跳表 計程器一直跳一直跳 跳到我心裡面都很害怕嗎 我覺得 就是可以不要有這些東西嗎 我覺得這是我從一個使用者上面想的 也許可以不要 那另外一個東西你可以看到 剛好這個是 我剛好找到的 就是他剛好有看到所謂的高雄肯定包車導覽 其實真正的計程車 不能夠喊一個價錢 就是說今天你在機場上面 可能遇到 那種跟你說我幫你載了台北一趟六晚 其實那都是尾巴欄客 就是說我會覺得 這是我們的主管機關的 對於一種就是設計上面 可以再做一種改進 就是說去把 去依照各個不同的使用者需求 提供更多的服務 那我會覺得說Uber會提供一個空間 就是我們可以舒舒服服的 視線知道價錢 不需要 我只需要負責上車跟下車 這樣就好 其他都標準給我 所以我會覺得這是 他有從一個使用者上面去出發 那再來是 OK 再來是Promotion 就Promotion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我覺得非常酷 就是說 因為我們就會像這樣 那其實這個應該是路邊 可能是信義區 這是我的好朋友 不要大家 就 反正是我的好朋友 那但是 基本上 我們的概念都類似 我們會到一個活動的場地上面去 然後 後面有背板 然後有一些 有一些主管他們會去做一些 城市的安排 比如說把車子叫過來等等 但是對我們而言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要告訴你什麼是Uber 然後 你要怎麼樣 你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加入我們註冊成會員 然後使用這個服務 那這個過程 你會一直被 有人就是會看不起 就是 永遠都會看不起你 就會覺得你只是一個 就像是 就是什麼 就是你在路上 幹嘛一直攬我東西 你是很缺錢嗎 還是什麼 他們的表情會是 你看得出來他們對你而言是不屑的 可是 其實你到後來 這個過程你做久了之後 你知道的事情是 我給你一個 我反而是比較 拿回了我的主導權 我認為說 我給你一個機會嘗試 如果你不需要 沒關係 我就馬上離開你 我不會造成你的困擾 但是你在下一次的過程中 也許你會 因為我這樣子不會 過度的侵犯你 讓你會對Uber有點好感 也許吧 那在這個過程中 我要跟很多的這些高階的 高階收入的這些主管們 或者是 甚至是 甚至是 完全是全英文的 也是需要的 那你就變成說 在這個過程中 你在跟他講什麼使用 等等的過程中 你會把自己 作為一種業務的心態 會突顯出來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Uber 基本上是在這幾件事情 那最後一個就是 所謂的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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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Connection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覺得 Uber很好玩的地方是 它有很多的活動 比起傳統我們自己的印象中的一些 計程車 或者是什麼 這些活動的過程中 不只是Uber公司 跟這些現場的使用者之間的互動 而且使用者跟這些司機之間 也會有一種比較親密的關係 像是 因為我自己比較 比較長拉Uber 所以我會遇到這些司機的時候 我甚至會覺得 這又是他 他人很好 就是這樣 真的很像是你們家庭的一個司機 私人司機 那就是 這個它可以增加 彼此之間的這種連結 而且你們可以透過很多的分享 你可以去聽到他們不同的故事 他們到底為什麼會來開車 或者是什麼 那這些都很好玩 那 我覺得Uber給我的事情是這樣 好 那回到一句話 那 Uber給我的一種實際的體驗 那我再跟大家講講說 在這樣的背景 在剛剛Uber訓練之後 我目前 就是目前 然後跟未來會做什麼 就是 基本上這是一個餐廳 這個餐廳是 這是我路上隨便找的一個餐廳 就是說因為我剛好 有因緣際會 剛好在Uber的一個promotion的場合上面 有兩位英國人 他們非常的有趣 他注意到我 他過來跟我聊天 然後我們進一步的談了一些合作 那就變成說 我現在在幫兩位英國的人 做一個 算是顧問吧 就是幫他們了解整個台灣的法規 或者是商業模式 或者是什麼東西 等於是幫他們想辦法在台北 要開一家新餐廳 要如果開出來再請大家吃 那 那個 第二件事情是 我自己是一個PaperBike的一個設計人 不是設計人 我雖然是一個 這個團隊的創辦人 就是這個團隊 是因為我們之前的台大 就是車子都很擠 每一台車都卡在一起 就是所有車子全部都糾結在一起 那到底有沒有辦法做改變 或者是我家自己把車子停在 停在 房間裡面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你的空間被壓縮得很小 那我到底有沒有辦法 把這空間做一個漂亮的簡化 而不要像小澤每天反反覆覆 做很多的收納的 其實我們認為是辦得到 而我們這個團隊裡面 有紅點的設計師 然後有數年經驗的機構設計師 我們有能力去做這樣的開發 那其實 而且你可以看到的話 其實是他的停車空間是三倍吧 對 就是你如果可以把腳踏車變成 這樣子的一個 薄如紙的一個概念的話 你可以停車空間三倍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我自己的這個模組的過程中 我們遇到一些阻礙 就是我們的客群好像不夠大 可能是 或者是有些人覺得我不會要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在很多的訪談 我們自己有做很多的焦點訪談等等 那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有在做修正 所以未來會不會是用這樣的硬體的 就推出一個硬體的一個服務 其實是未必的 我們有可能是走一個像APP的一個東西 像我們很多 在想要不要幫Ubine做一個2.0的升級 那後來接下來 今年9月我會去義大利米蘭交換 那是Bocconi 那個這是一個算是一代最好的商業學 商業的學校 他的SDME選舉也是排名滿前面 那我很開心我這個機會可以去 可是我覺得我跟一般交換生不一樣的地方 是我可能不只是去造 去在那邊跟其他交換生互動 我可能會規劃一些行程去拜訪其他的一些企業 或者是去拜訪其他國家去觀察 去做一些他們使用的搜尋 這樣子 好 然後這個最後面上面的話 其實上面是一個商品開發的一個流程 就是從Marketing Research 然後在R&D就是研發 然後Sourcing就是你去找廠商等等 在這上面我後來發現我慢慢的可以扮演出 在最前面的這些Marketing Research 這個行銷研究上面的這個角色 我可以去擔任這樣的角色 那後期呢 等到搜尋完之後 你還要做Marketing的一些行銷的規劃策略的時候 其實我過去的策展人的經驗 還有Uber實習生讓我面對面 直接做一個推廣的一個這樣的經驗 可以讓我在最後端也可以做一個 也可以升任 所以我會覺得說整體而言 我沒有Code的能力 我沒有煮菜做看餐廳的能力 我沒有直接自己畫設計圖去創建一個產品的能力 但是我覺得我有我的軟實力 如果今天有任何印記數的人 像是你有這些資工的背景 那其實我們可以多做一些討論 其實可以幫助你做很多事情 那最後面還是回歸到一個 這是我目前的現在 那很高興認識大家 謝謝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開放三個 好 那個我們常常去跟政府互動 他告訴我們說只要法規 新創不要跟法規 我問他說 新創跟法規如果有結婚的時候他怎麼處理 他那時候告訴我們說 只要你不是殺人放火 基本上我們會朝向一個開放的政策下去 那你現在實際上在跟他們在打交道的時候 你覺得是這樣子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今天我們所有的新創的東西 其實我們在一個新的領域的時候 我們到底有時候像我自己的感覺 我覺得Uber就是他就抽那20%的費用 然後司機可能要去儲值或者怎麼樣 有時候會發覺說他們對於司機的照護 好像不需要責任 那新創其實我會變成他是一個行動仲介 他並不是一個說多新的 因為我覺得好的公司是人與人的關係 而不是說我只是推出一個平台 那今天其他事情 消費者怎麼樣我不用去過度的而去想 所以我想要第二個問的問題是說 Uber他Uber後來會不會再去改善說 他可以讓人家覺得說他對他的員工有所管理 而不是說像我之前去搭到的一台車是 他在上面抽煙 啊懶得金頭髮 然後就是好像又回到有一點點計程車的感覺 好我這邊的話我先說 因為我只是一個實習生 這些我是一個實習生 OK 所以這些的所有的決策跟我不關 就是不能說跟我不關 我也不能改變他們 因為那是大老大他們決定就算了 就是那你說怎麼去跟這些政府互動 我覺得應該是你說我要完全滿意Uber的所有行為 我未必啦 但是我會覺得不會沒有一個合作的空間 因為我自己本身我之前寫了一篇文章還蠻長的 我就是深刻去瞭解我們目前所有的這些計程車 自用車等等相關的所有法規 然後去得到的一個結論 那我可以給大家 這是我個人的OK 這是我個人自己研究的結果 因為Uber也沒有法務所以他們也會找不到 這是自己吃飽太險 然後首先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其實我們台灣目前的法治上面 其實是人做運送 就是等於是你計程車是提供人的服務來做運送 那如果今天租賃車他就覺得說 車子你就是用租賃你就是租一台車 但是其實這樣的二分的狀況造成了很多問題 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為什麼會有什麼 有人會想要在機場坦價包車 為什麼有人婚禮的時候 不會搭建 你不會搭建車 就是用計程車來接送新娘 就是其實他會有他的需求 那你會發現 我先說這個東西是我自己的意見 就是我覺得說其實會讓大家有一個誤解的原因 不能說誤解 就是說Uber他其實是一種算是 你可以把他像是一個煤盒 對就像你講煤盒或者是轎車 那其實或者是仲介 對 那其實他的工作其實跟55688比較相近 那今天所謂的責任上面的話 其實你可以想像的事情是 目前在計程車司機上面 他們的運輸服務的提供者 可能是他自己是一個個人車行 或者是計程車行 那我會覺得說 真的要連帶負責的會變成是那個計程車行 今天在55688的時候 他其實55688 你今天就前陣子也有一個案子 就是一個女生 他就是反正東西壞掉 還是他被受傷 他受傷之類的 就是他會發現說 他可以求償的對象是計程車行 而不是55688 而我發現現在有很多的網路意見領袖 或者是其他的律師 他們想要把Uber直接拉到運輸服務的這個層次 我覺得這個是 你應該去面對他的現實去做管制 那今天像55688這種計程車 他要求就是要對每一台車子 就是要確定這些 中間的這些個人車行 計程車行 有投保一定的乘客 一百折二險 就是一百五十萬的乘客險 那你也可以要求Uber 我覺得這些都是可以做管制 做調控的 對 那 好 首先 後來關於所謂 有人又會覺得說 什麼白排車啊什麼的 我會覺得他會造成這個狀況 其實跟一個 營業這件事情很難界定 我們沒有人告訴以前叫做營業 就是我到底補貼油錢算不算營業 我今天一天 我一天開三趟算不算營業 我就覺得這些東西很 可以做一種調整 好沒關係 我們先看一下 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現在你們看到Uber他配合的通常 就是有自用車跟租賃車嘛 那這個租賃車跟他們一般人 現在的法規下面 他還是把租賃車當作是一種 就是你在租一台車子 所以司機只是輔助這樣子 那但是這樣子的結果就會變成 你要給一些出租單那些東西 可是其實這些東西 是可以做電子化去做調整的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 有沒有營業這件事情可以去做改善 就是說你可以政府機關去設定一個標準 去認定到底有什麼叫做營業 不要讓這中間的線很難去切啦 那Uber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知道 Uber不會 你們看到的是只有剛剛的租賃車跟自用車 其實Uber在國外也有計程車 還有單車運輸 單車的就是快遞 然後還有Uber直升機 所以就是這些東西 會讓它的性質變得比較特殊 它會變多樣化 它提供很多樣化的運輸服務 可是我們的法規是還沒有這種 一個可以做這麼多的中介的一件事情 好那最後面我 那最後面其實我的一個意見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我會覺得說 其實你可以把這三個做區分 你在計程車跟住運車的中間的區分 是以它可不可以隨朝隨停 所以需要刷黃色 需要跳表機費 上面的這些相關的名詞 是需要去做認定的 我不認為要廢除計程車 因為你在外面的這種 比如說我沒有手機 我在外面要怎麼樣去叫Uber 我不可能啊 我還是需要計程車 所以我不是主張取代這件事情 而我是認為說 他們可以去彼此做一個調整 那你Uber它可不可以 這三種都做提供服務 也許可以也許不行 但是我覺得是有調整空間的 那甚至你今天 5688有沒有可能 它也跨航 它也可以兼坐住運車的生意 因為我覺得這些都是可以做討論 但不是一個完全沒有調整空間的地方 那我會覺得這個才是會是一個整體的這個運輸制度的改進 可以讓我們彼此在使用上面 我今天我有時間 我有想要比較 我想要一些比較高檔的車輛 那也許我就可以用我的手機叫一個計程車 可是同時保證我的安全 保證 叫駐訂車保證我的安全 可是如果今天我隨時我很趕在馬路上都要 我馬上就可以來一台計程車 就是這些東西是可以去做一個調整跟東西的 我覺得是這樣 當然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要請所帶來的分享 那我們目前是先中場休息一關一段落 那因為大家也都坐了有點久 那我們茶水在這邊 然後廁所在樓上 那現在時間呢 就是可以跟 就是剛剛想認識的朋友們做一些交流 也跟江澤民做一些交流 那我們下半場呢 大概在五分鐘至十分鐘就會開始 所以大家就是稍微就是動一動就好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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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